三年时间要把广州龙师打造成CBA强队 2020年8月广州白云机场休息室里 一群媒体记者听到这句话都不以为意 多年的职业习惯甚至让他们觉得 这只是一个新教练新上任以来的例行宣言 两年后广州从谁都能踩一脚的联赛老末 一跃成为CBA季后赛八强 成为任何强队都不敢小觑的龙师 这个人就是郭世强 那年他45岁刚刚离开校立近30年 让他身心俱疲的辽宁男来 从球员到教练从黑丝到白发 郭世强指导为辽宁可谓是披肝力胆 三进总决赛终在2018年带领辽兰问鼎CBA 依据终结辽宁体育30多年无关的魔咒 庆功宴上喜不自禁的郭世强指导 一度把自己喝到住院 差点把喜宴变成白事 深性情的郭指导那是发自内心的为辽兰开心的 9岁到体校接受篮球训练 曾经面对教练质疑 郭世强三年练坏十几双鞋 成为全校最优秀的篮球生 因囚风硬朗被称为拼命三郎 外加长相清秀打法飘逸又被称为玉面飞侠 甚至因为快吃郭八 熟悉的球迷更喜欢叫他郭八 是刘伟之前最会给大摇传球的国家队后卫 曾在当打之年让位给张庆鹏 却又因执教严厉和张闹到有你无我的地步 后来郭爱伦崛起 张庆鹏又不得不让位给郭志导的大侄子 真可谓风水轮流转 直到多年以后 在韩德军的婚礼上两人才一笑敏恩仇 34岁走马上任国家队主教练 姚明缺帐内忧外患的中国南篮 最终倒在亚锦赛决赛里 球员颁奖台上的偷笑门 却让郭志导之导为最终的实力背锅 要知道南篮集训的时间里 郭志导连儿子出生都只匆匆看过一面 自己的体重更掉了十斤 后来郭志导多次出任国家队助理教练 就是对他带队的极大肯定 如今已尽知命之年的郭志强三年磨一剑 刚把广州龙师带出点样子 球队主力冲锋李延哲就被远卖新疆 球迷说广州完了 媒体说龙师交代了 但郭志强什么都没说 只不过是类似离开刘兰的痛 再来一次 失去内线支柱后 广州队上下用命 每场比赛都和对手缠斗到最后一刻 即使输了也把对手扒层皮下来 郭志导仅用了三天 又把龙师调教成一个嗷嗷叫的球队 带兵打仗 打的不只是经济 更是一个将帅的性格气质 好了兄弟们 你还知道哪些郭志导的事 关注大导来一个一键三连 在评论区和大导互动